身材爆炸的女郎 前一秒还在舞台上热舞 下一秒直接化身恐怖吸血鬼 美女如荫的酒吧 竟是一座塞满吸血鬼的神庙 当热辣女郎化身视觉怪物 扑向人群时 有人惊慌失措 而有人解封二弟完全不慌 这是一部特立独行 前无古人 可能也后无来者的恐怖电影 前半段 它是诱然诱爆的减肥片 到了后半段 话锋一转 变成了血浆横飞的二级恐怖片 那么谁会这么玩呢 必须是鬼才导演昆廷塔伦蒂洛 这部电影中 昆廷不仅是编剧 更是担当主演 顺便夹带私货 电影中 他以脚为悲 痛饮美酒的名场面 连他自己看了都直呼 你有病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欢迎来到时光剑影 准备好了吗 硬汉美女加血浆 长安点赞 火速上车 让我们在吸血怪物的包围中 杀出个伤学友了不 偏僻的西部小镇 迎来了两名不速之客 法外狂徒乔治 一关禽兽昆廷 越狱加抢银行 兄弟二人逃至此处 下一站准备越过美墨边境 前往墨西哥 避避风头 面里店里 弟弟昆廷带着眼睛 看似斯文 却是个十足的变态 哥哥乔治 道义有道 只要店长阿卫 配合他们 骗过巡警 他们绝不搞事 不多久 老巡警上门问询 阿卫趁定应付 本来问题不大 可接下来 老巡警的一泡尿 将引爆整个商店 老巡警尿急 却用卫生间的空档 挟持人质的凶猎鸟 从角落走出 乔治警告阿卫 别耍花招 而昆廷这个大聪明 发现了哪里不对劲 阿卫极力辩解 他没有打暗号 而乔治确实没有看出不对劲 不想把动静闹大的他 决定随即应变 昆廷走出 一枪爆头 乔治傻了 人家都准备走了 你这是干嘛 昆廷心烦 直接对着阿卫开枪 乔治怒吼制止 昆廷却不依不饶 阿卫怒了 欺负老师认识吧 拿出枪 阿卫越想越气 他他喵的 根本就没打暗号 昆廷手掌中枪 乔治疯狂反击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 打不打暗号 已经不重要了 昆廷起身 打烂球瓶 乔治在卷纸上 淋上火油 一把抛出 瘟得一声 人质黄芒逃出的同时 阿卫化身火人 痛苦惨好 阿卫死了 他只是想证明 他没有打暗号 这有错吗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兄弟俩走出商店 乔治提醒昆廷 一定要低调 下一站 他们要以这个女人为人质 逃往墨西哥 来到一家汽车旅馆 简单的帮昆廷处理完伤口后 乔治恩威病逝 他警告眼前的女人 你是银行职员 我们抢定完银行后 是不是没有伤害你 现在你乖乖配合 等我们到了墨西哥 我保证会放了你 安排好一件 乔治出去打探 顺别找些吃的 他前脚刚走 后脚昆廷延迟真诚 善意的邀请女人 一起看电视 女人害怕 乖乖照做 然而15分钟后 乔治回到房间 直接傻了 昆廷这个变态 又控制不住自己 将仁智也给祸害了 乔治火猫参上 对这个弟弟 是以我爱又恨 没有仁智掩护 他们怎么越过边境 乔治正在发愁 刚出门 一辆房车 迎面驶来 乔治嘴角上扬 说仁智 仁智 这不就到了吗 房车的男主人 雅克布带着一儿一女 刚办理好入住 敲门声响了起来 真诚的眼神 礼貌的微笑 斯文小伙 昆廷上门拜访 雅克布毫无准备 乔治趁势而入 一老一是要被控制 乔治警告两人 乖乖配合 这时浴室的门开了 停 扶了一下镜框 看着娇艳欲滴的女孩 昆廷开始幻想 只剑紧迫 乔治挟持雅各布一家 上了房车 为了拿捏雅各布 乔治翻看她的皮甲 原来雅各布曾是一名 信仰坚定的神父 不久间 她的亚裔妻子 因一场车祸重伤 危在旦夕 雅各布日夜向上帝祈祷 然而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妻子 那天起 雅各布信仰动摇 辞去神父的工作后 带着大女儿凯特 以及儿子小胖 想要通过房车旅行 淡忘悲伤 这边 乔治专心搞事业 抓着雅各布的软肋 用儿女威胁她乖乖配合 那边的昆廷 盯着凯特 还沉浸在幻想中 纯奇男孩昆廷 觉得自己被骗 正想要发作 好在乔治及时制止 因为边境近在眼前 关卡中 大批巡警正在严查 乔治和昆廷拉着凯特 刚躲进卫生间 巡警就来到车前 外面 雅各布为了女儿 逼着自己冷静应对 卫生间里 昆廷则喋喋不休 觉得雅各布 一定在打暗号 关键时刻 昆廷又搞出出 乔治压低声音 神经病 我是你弟弟 你竟然说我是神经病 昆廷越说越激动 还搞出了声音 我 我 你和我弟弟 气氛紧张到极点 昆廷还在说个不定 这一次 乔治忍不了了 闻声而来的巡警 拉开卫生间的门 好赞 机智的凯特 用蹲坑门混过关 就这样 在雅各布一家人的掩护下 乔治两人顺利进入了墨西哥 叫醒蒙圈的昆廷 乔治骗她 是因为手受伤 她才忽然晕倒 当然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来到墨西哥 墨西哥犯罪者的天堂 今晚过后 明天一早就会有人到这间酒吧接应 乔治承诺 只要雅各布一家人 陪他们一直喝到天亮 第二天 所有人都自由了 这是一间野心十足的深夜酒吧 酒吧门前 猛男聚集 金毛的摇滚乐中 大胡子正在推销 酒吧里各式各样的美女 当然这一段的台词 颜色程度太猛 放不出来 小伙伴们可以自行去抽手 酒吧门前 乔治进门前 大胡子口臭 调戏凯特 五个的装修 热辣的女郎 激情暴力 混杂在躁动的音乐 让人过躁难耐 戳好弯刀的男人 拒绝了乔治 这是私人酒吧 他们只接待飙车族和火车司机 什么 瞧不起我 乔治准备闹事 身后的保安胖子 按住了他 就在双方腰大大出手时 雅各布拿出房车驾照 证明他们是外地的游客后 丸刀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才尚酒招待 小伙伴人落座 丸刀隆重介绍 接下来是酒吧的压轴节目 母年轻起 骚动的音乐悠然响起 妖娆热辣的女郎 劈着斗篷 缓步走出 火车窜起 众人目不转睛 再看女郎的身上 正匍匐着一条金色巨蟒 男人们愣住的同时 女郎踩着猫布 在音乐身中 一起一抚 与舌共舞 就在这时 女郎勾人的眼睛 锁定了昆汀 准确地说 是看到了昆汀 那变态的欲望 女郎赤脚 在人群的注视中 走向昆汀 俯身取酒 抬腿倒酒 女郎以脚作杯 妖娆至极 昆汀伤嘴损息 喝得是其乐无穷 晃动修发 扭动腰枝 一举完毕后 昆汀意犹未尽 就在中人徒长贺彩时 门口被爆打的大胡子 带着弯刀和胖子 寻手而来 昆汀爬枪 本舅树上的手掌 又被偷袭 倒是口筒扳机 干掉胖子 昆汀则拔起桌上的刀 放到了弯刀 就力量控制住场面 然而奇怪的是 身后的大胡子 却笑出了声 躲在一旁的雅各布 发现刚才扎下弯刀的匕首上 血竟然是绿色 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女郎 被昆汀手掌中的血腥味吸引 下一秒 竟然变成了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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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撑扎 乔治换装弹架之际 昆汀的喉咙 已经被怪物撕开了 昆汀命丧当场 乔治抱住弟弟 来不及悲伤之际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刚刚被他们干掉的几人 竟然化作怪物 纷纷站了起来 混乱一触激发 刚刚火辣的女郎 一瞬间都变成了嗜血的恶魔 舞台上 吸血鬼乐队 提着蚕食断壁 奏响死亡摇滚 按了舞台下 恐惧与血浆齐飞 已是杀戮的地狱 上面混乱 有人逃 就有人在战斗 弯刀扑向皮衣男 皮衣男当然不慌 直接召唤二弟 一个闪身 皮衣男避开两只女吸血鬼 抓起棒球杆 皮衣男轻松收割 再次起身的丸刀飞扑而来 丸刀扎入心脏 丸刀灰飞烟面的同时 那一头的推移特冗兵 大黑可谓是生惊百战 面对怪物 丝毫不连强气韵 玩起了串串 主角乔治这边 女郎恢复人形 一拳将他轰飞 脚踩乔治 女郎玩得还不够尽兴 都说反派死于话多 女郎肆意羞辱之际 乔治抓住机会 女郎全消欲营 凯特和小胖这边 趁着混乱 他们躲进了吧台 大胡子扑来 推开小胖 准备尝尝凯特的味道 万万没想到 凯特眼疾手快 直接将十字架 塞入了他的口中 大胡子挣扎惨毫 化作一滩血水 这时战斗进入了白日化 之前的大胖子 变成怪物后 战斗力飙升 胖子势不可挡 就在乔治和雅各布 准备应战时 推移特种兵大黑 优雅登场 胖子怒气直去慢 冲向大黑 而大黑一招偷心顺手 直接取来了胖子的心脏 心脏是力量源泉 更是怪物的罩门 当皮衣男拿起铅笔 猛扎人下时 胖子被干掉 四只封印有存的 女吸血鬼走了出来 单人PK结束 接下来是四维四的团战 知晓了吸血鬼的弱点后 乔治四人轻松团灭了对方 皮衣男和大黑杀得盛欢 转头走向舞台上的 吸血鬼乐队 眼看两个狠人越靠越近 乐队主上撂下狠话 接着直接自爆 现身艺术 惨烈的大战算是落下帷幕 但真正的厮杀 才刚刚开始 种种迹象表明 怪物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 十字架 木棒穿星 都能干掉它们 可眼下最好是先走为妙 众人合逆准备打开门 乔治来到昆汀生前 想做最后告别 昆汀变成吸血鬼 站了起来 皮衣男和大黑 准备斩草除根 乔治却举枪对人两人 谁也不许动他的弟弟 看了眼前的怪物 乔治身之面前的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弟弟 别人不能伤害他 那就只能自己动手 木桑穿星 干掉昆汀 种人刚想要出门 再看 无数蝙蝠 从四面八方飞来 两个不交双大黑 将门给封上 其余人负责心理 被吸血鬼咬过的人 凯特明显吓坏 正当他逼着自己 冷静下来时 一只半斜身子的吸血鬼 爬了过来 凯特被扑倒 前却一发之际 皮衣男英雄秀美 凯特这小姑娘 让皮衣男心动不已 然而色自头上一把刀 就在皮衣男 解决被咬的人时 因为偷瞄凯特 一个不慎 阴沟里翻了船 大唐里 尸痕遍地 狼藉一片 手臂被咬的皮衣男 穿上皮衣 站在角落 一言不发 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 退役特种兵大黑 有感而发 比起今天 他本人在战争中的恐怖经历 比这更让人绝望 大黑参加过越战 一次行动中 同伴都死了 只剩他一人受伤 被困在原地 敌人上前时 大黑装死 耳边是敌人的说笑声 当同伴的尸体 被胡乱堆到他的身上时 那种恐怖与绝望 他永生难忘 大黑躲在死人腿里 一直熬到了深夜 他没有逃跑 而是抓起匕首 潜入敌人的营地 一刀一个 大黑深情僻茂 讲得格外投入 乔治等人听得入迷 却不知道 皮衣男正在发生变异 大黑的故事 还没有讲完 然而危险 已经出现在身后 战斗力 原本就不俗的皮衣男 变成怪物后 更是无人可挡 雅各布手臂被咬 被甩进吧台 众人被狂虐 眼看就要被团灭时 骂骂捏捏着大黑 捂着脖子 善起身 来了一招 死两波千斤 无数蝙蝠涌进来的同时 战力最强的大黑 也已经变成了怪物 完了 乔治带着凯特和小胖 冲到最里面 最惊险关门 但他们已经无路可逃 大厅里 雅各布躲在了 吧台下方 曾经是神父的他 抓起球棒 拿起枪 组成潜意的十字架 既然祈祷无用 那就用火力回答一切 面前围满蝙蝠 变成了怪物 雅各布起身 十字火力 让怪物不敢靠近 但也有小怪 表示不服 雅各布震设全场 且山且退 乔治开门接应 四人虽成功会合 但雅各布被咬 吸血鬼大军闯进来 是时间问题 雅各布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唯一放弃不下的只有凯特和小胖 然而他们已是瘟中之鞭 除非拿起武器杀出一条血路 没错 他们可以制作武器 这个房间是酒吧的仓库 吸血鬼们之所以只接待货车司机和飙车党 真是因为他们的失踪 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和关注 这里对方的吸血鬼们搜刮而来的物品 刚好可以制作武器 翻开木箱 四人分头行动 按照自己的喜好 组装武器 乔治削尖木棒 做了一把木枝电钻 凯特找到一把十字弩枪 用得十分顺手 小胖手握水枪 在原神服雅各布的祝福下 普通的水变成了圣水 普通的水枪 也将变成干掉吸血鬼的圣枪 一切准备就去 大卫手持十字火力 走在最前面 乔治三人严正以待 来到了大厅 双方剑拔弩张 大战一触即发 乔治的电钻一往无前 杀了吸血鬼毫无超感觉 雅各布一边举着十字架 一边抠动扳机 霸气刺漏 小胖射水炮弹 发发毕竹 凯特同流瞄准 十字弓弩 玩得得心一手 就在四人大杀四方之时 皮衣男从天而降 发动偷袭 拉走皮衣男的皮鞭 一拉一甩 皮衣男的脑袋滚落在地 一踢一踩 凯特单脚接下 射穿脑袋 然而乔治转头再看 皮衣男的身躯 再次抢出脑袋 皮衣被撑破 直接变成了一只超大的蝙蝠鼠 猪不及放下 乔治被扑倒 怪物太猛 围在单膝之际 凯特及时救场 凯特对准心脏 皮衣男被撤离干掉的同时 变成怪物的大黑和雅各布 正面遭遇 大黑本身就很强 变成吸血鬼后 十字架更是丝毫不怕 吸血鬼扑来 情急之下 雅各布将枪声刺进了大黑的身体 对着吸血鬼火力全开 大黑瞪大眼睛 雅各布以为他要抱走了 这边的小胖发现父亲不大对劲 看着地上的手枪 小胖只犹豫了片刻 雅各布已经不咬而上 父子子孝 剩水砸烂了雅各布的半个脑袋 小胖大意灭亲 举起枪 帮父亲解决 自己也被吸血鬼包围 在豪声中 凯特举枪 在弟弟的请求中 一声爆响 小胖死得其所 吸血鬼太多 怎么也杀不完 乔治和凯特的体力渐渐不值 就在两人被重重包围时 光线透露 张学友 啊不 黎明 终于来到 光线从缝隙中透了进来 吸血鬼惧怕阳光 不敢接近 小胖只和凯特 背靠背 退无可退 虽然有光线掩护 但一旦不小心被咬 一样得弯弯 不然 乔门声响起 是约好来接应乔治的人 门从外面被打开 光线通过闪光球 直射到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怪物的嘶吼声响彻天地 见光死的他们纷纷爆开 为车场杀戮 画下句号 乔治和凯特逃出生天 但他们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人 乔治给了凯特一大笔钱 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 乔治摇头拒绝 她是个亡命徒 凯特是个好女孩 她应该过上正常的生活 乔治潇洒离去 凯特开着房车离开之际 画面给到了酒吧的俯拍全景 竟然是一座 埋在地下的神庙 之前发生的一切 只是神庙的第一层 下面这几层 到底有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 《杀出个黎明》 1996年上映 时至今日 它依然是我心目中 最难忘的电影之一 干净利落的剪辑 脏话连篇 密集快速的台词 却将横飞的画面 风格自成一派 尤其是卫山剪的完整版 看完保证里大呼一声 卧槽 昆廷塔伦蒂洛 主演兼编剧的他 在这部电影中 彻底放飞自我 练脚 画牢 暴力美学等等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单说才华 昆廷确实不负鬼才之身 罗伯特 罗德里格茨 是本片的导演 可玩动作电影 阿丽塔战斗天使 精送电影 弯刀 还有丧尸片 恐怖星球 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可以说是偏红 人不红 字底下 这哥们和昆廷 是很要好的朋友 工作上更是合作无间的拍档 2007年 两人一拍集合 各自拍了一部电影 然后将两部电影合并 当作一部电影上映 他就是情防 如今在某半上 依然是好于 91%的惊悚片 好于97%的恐怖片 足以证明 这两个特立独行的家伙 确实与众不同 收回电影 杀出个黎明在当年 以至于如今 都是同类型电影中 独树一致的存在 每隔一段时间 我都会翻出来重温 喜欢的小伙伴 必须看原片 才能感受其中的魅力 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长按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时光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